自走型縱火犯出現啦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今天呢,我們準備了一個特別的鞋子 這個是火焰靴,燃燒100級 難道又是突破附魔系列嗎? 不,這一次也是進階黑魔法 如果我們穿完這個靴子之後呢 我們在走路的時候,跑步的時候呢 可以在後面拉出一條火焰的軌跡 那該有多帥 很像忍者,很像忍樹火盾的感覺有沒有 今天呢,我們就是來挑戰一下這個黑魔法 這邊我們要先來偵測 你的身上是不是穿著裝備的這個靴子喔 那我們這邊簡單偵測直接是鑽石靴 如果是多人要用的話,你可以再加一個tag 那我們先試著穿上去 OK,他偵測到了 偵測到我們比較其實就會發光 所以他找到我了 我這個有穿著靴子了,他找到我了 那接下來呢,就是要燃燒火焰 那接下來要偵測玩家的位置 然後呢,在他的下方放一個火焰方塊 他不是用召喚,而是用set block的方式 好,那我們就裝備上去看看效果如何呢 欸有了,燒起來了,燒起來了,燒起來了 火焰靴,完成 但是,完成一半 因為你這樣燒,自己也會燒到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後面呢,自己加一個火焰保護 不然,自己被燒死這樣很蠢喔 那這邊再加一個抗火效果 它會持續6秒 這樣我們切回一般的模式呢 欸,也沒有問題了 也不會燒起 痾,會燒起來但是不會受傷 整個在冒火 這是我們火焰靴的一個特效 很帥吧 那這個到底有什麼用途呢 我們就來實際試試看囉 好的,我們來到了一般的世界中 在這個世界中 我們穿上火焰靴會變得怎麼樣呢 來看看吧 穿上 欸,燃燒 然後呢 抗火沒有問題 登登登登登 燒小豬 小豬 燒起來了 燒小雞 小雞燒起來了 但是小雞 似乎 要燒很久 欸,死掉了死掉了 我們這邊可以邊走路邊 欸,吃到烤雞了 我們吃雞了耶 走過去敵人就會燒死的一個狀態 有沒有很厲害 完全不用動手喔 只是你的掉落物也可能會燒掉喔 走走走 燒燒燒 走到哪,燒到哪 走到哪 連洞窟裡面呢 也不用 也不用擦火把了 我們直接走 就可以點亮世界 那如果遇到水該怎麼辦呢 遇到水 我們 好像會把水堵掉 我們直接把水燒掉嗎 沒有 沒有沒有 我們水還是在 只是它留下來的那一格 我們會可以把它燒掉 對,我們這個火焰穴是可以燒掉水的 有沒有很厲害呢 可以暫時燒掉那一格喔 但是它會一直留下來 它是無限水嘛 那這邊呢 探索洞窟 的感覺怎麼樣呢 沒有工具 不然我們可以 一直往前走 好,弄個鑽石鎬 來 繼續走走看 繼續走走看 好,我們這樣逛洞窟真的是很方便 雖然我自己也在燃燒 這不是比較麻煩一點 然後整條路 整條路你還可以知道你是從哪裡來的 對不對 有燃燒的路徑你就知道從哪裡來 啊遇到岩漿了 遇到岩漿的話 呃 我們是可以走走走過去 我們是可以把岩漿給穿越的 我們可以燒掉岩漿 對我們的火焰是比岩漿還厲害 直接把這個岩漿蓋過去有沒有 我們是可以消除它的 而且我們有抗火 所以是不怕的 消除掉之後呢 我會稍微掉下去一下 那你只要把這邊整片岩漿都踩過一遍呢 就可以整片的消除掉了 那如果到了晚上之後 遇到敵人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狀況呢 我們來試試看 用這個火焰鞋 能不能遜力的擊敗敵人 感覺我們要 拉他火車對不對 因為他們會跟著我 所以他跟在我後面 就一直燃燒 有沒有 這是火焰部的一個 訣竅 讓敵人追著你跑 那他就會一直燒 好,我們來找找看有沒有怪物出現 走走走 而且在晚上呢會很亮 那有村莊欸 不過我們進村莊可能要拖鞋 不然會整個燒掉 好,我們進去地方 重要的地方還是要拖鞋好不好 好,這邊有馬 這邊好多雞 好多馬 來,呃 呃 我只是路過,路過,路過 不要緊張我只是路過 好,欸怎麼 沒有怪物 目前還沒看到怪物 村莊附近應該會比較多 殭屍吧 欸蜘蛛 欸我燒你一下 然後他追我嗎 欸他沒有追我欸,他瞎掉了 欸他不追我欸 他是被直接燒到定住嗎 我直接燒死了好強喔 蜘蛛完全沒有反抗之力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其他人 沒有其他怪物啊 繞繞看喔 所以我們走進樹林的話 樹林可能會整個燒起來喔 這根本就是走路行種 種火飯 看到一隻殭屍村民了 有沒有他會跟著我 然後就一直燒 一直燒 走到哪,燒到哪 來啊 他繞去哪裡啊 喔他走樹上欸 他這個路徑也太酷了吧 自己摔死 好跟著我 追我啊 來追我啊 來追我啊 喔有殭屍了,有殭屍了 殭屍可能比較笨 我們直接,欸讓他繞過去有沒有 把他圍起來,用火焰把他圍起來 很帥 而且我們這樣,欸 欸 只能走到火焰的地方 欸他其實會繞路欸 如果有火的話 他是會繞路的 但是整片都是火 他還是得走 你還是只能走過來 有沒有 他就跟著我的火焰走 然後就慢慢的慢慢的 就被我燒死啦 或是你可以用火焰去弄他 有沒有 把他圍住 把你圍住 欸過不來了嗎 欸他 怎麼繞 欸繞不進來繞不進來 我們被火焰包圍了 欸這不就是一個 防護罩嗎 火焰防護罩 他就過不來了耶 他似乎認為 這個燒掉了 那個火焰不見了 他似乎認為 這個火焰是一個方塊 所以他沒有路可以走 所以呢 他就會想辦法繞 喔 厲害耶 火焰防護罩 只要繞 把自己圍繞起來 就不怕了 喔 這邊遇到骨弓了 骨弓可能比較麻煩喔 我們要走位 走位 然後近距離去弄他 然後要躲起來 等他燒 骨弓打起來會比較麻煩 只靠這個燃燒靴的話 燒你 靠近他燒他 近戰 不燒了他不燒了 好 那最重要就是我們要閃過他的弓箭 不好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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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是直接 欸 敲敲敲死他 有有有解決了解決了 好 光還是沒辦法 遠距的就沒辦法了 我們就只能 克制近距離 哇我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剩半格的血 趕快在火焰中吃個豬肉 然後讓他們一直燒吧 如果是水的話呢 我們能踩過去嗎 我們好像也可以把水燒掉嘛 那 這樣的好像 還是要有地方讓我站 你看我底下會被我消除掉 但是火焰還是會 會被熄掉 這種就沒辦法了 我們沒辦法這樣踩著水過去 好 還是要走旁邊 踩行 那如果我們要進村莊呢 還是要把靴子脫掉會比較好 不然就整個村莊被我們燒掉 欸蜘蛛真的被燒的時候 它就定住 就呆掉了欸 就有點呆呆的 然後 好像會往外跑 像會繞跑的樣子 喔 殭屍全部被我引過來了 等一下我們這村莊好像會燒掉 所以呢 我們這邊還要想一個辦法 就是把這些火焰給消除掉 畢竟我們這邊 縱火太多 但有時候還是想要把火焰消除掉嘛 所以我們再來做一點不同的設計 當然如果你不要火焰的話呢 你就把靴子脫掉就可以了 好非常的簡單 那我們抗火效果也會消失喔 所以趕快注意 自己不要燃燒了 那我們來做一下消火的特效 那我們這邊準備一個水之祝福 海洋祝福100級 那它其實是一個滯留藥水 但是沒有任何的效果 我們就把它當作一個 消除火焰的一個信物道具喔 那這邊先來偵測 如果我們的道具列 第一格是這個藥水的話呢 那我們這邊呢先做一個相反器 因為我們要設置成 把這個水之祝福丟出去之後 它會消失在我們的物品欄上 那消失之後呢才輸出後面的訊號 這邊我們再加上一個動機器 然後我們要來消除火焰了 先偵測玩家的所在位置呢 然後把它周圍六格 如果是火焰的方塊呢 就把它變成空氣 這樣就可以把火焰給撲滅掉 那這樣就是消除的方式喔 這邊我們就用普通的 這個一般的指令方塊就可以了 後面我們再接一個 給你一瓶水之祝福 這樣你用掉的祝福呢 就可以再回來 就可以循環使用 OK這樣的方式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好那我們就來實測看看喔 先穿上火焰先 然後我們大概設置成六成六的範圍 這個可以大一點啦 我們先試試看這樣子 然後水之祝福消除 有嗎 有 欸旁邊有消掉一些 但是有些還在燃燒耶 水之祝福 欸 有消掉一些 但是有些沒有消掉 為什麼呢 這個方塊就消不掉 再試試看 六成六的範圍一定夠啊 你看只有某些會消掉耶 應該是這些火焰呢 在這邊燃燒的時候 好像會有 方向性嗎 或是什麼不同的tag的問題 所以 有些消的掉 有些消不掉 蠻奇怪的 好 我們可以消掉有些部分的方塊 有些不行 好如果我們是燒到 方塊上的這種火焰 應該就沒辦法了 好這在頭上呢 就消不掉了 真的消不掉耶 好我們的消火能力有限 好應該 如果要做得更好的話 就 只能多設置幾個方塊 然後來判定這些火焰的那個數值喔 那把任何狀態的火焰呢 都能一次消掉 這樣就可以完美的滅火了 不過呢既然我們都穿了火焰宣 那就 就讓它燒吧 不管它就這樣 燒燒燒燒燒燒 好的 那我們這集的火焰宣呢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囉 大家不知道喜不喜歡這個鞋子呢 我覺得它是蠻危險的喔 這是 會環境大污染阿 環境大破壞者 就是這個鞋子很可怕 但你可以脫掉啦 必要時候再穿就好了 但是呢 這種火焰還是比較麻煩 它比較不好清楚喔 所以就是 不可逆的一個傷害 那後面就一直燒起來 會比較麻煩 有些消不掉 那這個消除火焰的 方法 不知道有沒有更好的方式呢 大家也可以一起想想想看 好啦 那一樣這次呢也是 希望大家能突破2000個喜歡呢 我們再把 相關使用的指令再分享在 影片下方的敘述中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系列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告一段落囉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會囉 大家掰掰